腾讯科技讯10月5日晚间,滴滴发声明显,在平台各项安全措施,逐步落地的综合影响下,车内冲突率较一个月前下降,了48%日均每百万订单车内冲突,数从52.2单下降至20%日, 第七点一般,滴滴强调,9月8日起在全国市运营行程中录音功能,对前的私承双方不文明行为起到了震射作用,有效降低车内冲突的发生,同时也有益于公众解决私承纠纷,以向滴滴声明全文,自9月4日启动安全整治以来,在主管部门和检查组的整改要求及时导向, 滴滴权力以赴投入安全建设,持续排查安全隐患,积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维稳主体责任,在平台各项安全措施,逐步落地的综合影响下,车内冲突率较一个月前下降,了48%日均每百万订单车内冲突,数从52.2单下降至27.1单, 安全整治期间,滴滴持续加强对司机的安全审核,要求无犯罪记录,通过三证验证,每日出车前需通过人脸识别,推出并完善各项安全产品功能,实行业监运营规则,加强针对司机的安全知识宣保,提醒司机避免及到超速、超杂和疲劳驾驶, 9月8日起在全国市运营行程中录音功能,最前在司程双方不为名行为,起到了政策作用,有效降低车内冲突的发生,同时也有益于公正解决资程纠纷,滴滴按照相关法律规定,通过加密保护技术,以及严格的录音采集和调取规范,保障乘客及司机的隐私安全, 10月6日起,全国各地将迎来长驾返程高峰,我们会竭尽全力保障运力,希望大家谅解,并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计划,也肯请乘客和司机,在行程中相互尊重包容,平安文明出行,滴滴出行,2018年10月5日。